拿 KO 瀋哲 瀋哲竟然都被KO了 幸好这又是个人战的 不影响战队的成绩 希望乌白一定要继续加油啊 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 刚出了比赛 心里已经不好 可是他 你别那脸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雷静肯定比谁都在意 也是啊 毕竟 李静和Naya 她是几乎平手 小米居然输到了比赛 作为一个老牌全手 她的表现一定是非常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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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没事 靠你了 小米哥 交给我吧 别有压力 KK那边 刚刚沈哲也输给娜娜了 决赛队长吴白 看你的了 林队 你这么一说 我压力更大了 别有压力 拿出你之前一抹眼泪 提早就上来的架势啊 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 把吴白拉进你的节奏里面打 放松一点 全力以赴就好 要有任何压力 好好的 加油 加油 嗯 知道你不想让狗狗担心 跟哥们说说 说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我有点 抓不住状态 没事儿 回去之后啊 让王后跟狗狗帮你分析分析 谁都有高低起伏的时候 还是先让我自己复繁一下吧 进去告诉狗狗 叫林队 好好打比赛 别输了 那你一个人待会儿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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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两个小伙伴们的比赛 比赛和比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解说王涛 我是解说陆扬 唐哥 作为机器人圈里知名的赌奶 怎么样 这场比赛 你又看好谁了呢 陆扬 你不要乱带节奏 每次我都是根据专业的分析 而做出的判断 但是这些选手们的表现 总是超过我的想象 我怎么能算是赌奶呢 所以说 这场比赛 要免来给我们严谨的分析一下 这次比赛的两名选手吧 好吧 且听我来说 我们来看 林茵是一位新人 但是他连克竞递 手感正热 反观伍白 虽然是近几年的王者 不过伍白 因为这次赛事的安排 他没有遇到什么抢手 这对选手广之状态是非常不利的 再看林茵 他的背后 可是非常著名的Apple Doll 两个人的合作 会产生什么样新的战术呢 真不好说 所以我听上去啊 涛哥 你好像更加支持林茵 不不不 你又把我网购里面 不能这么说 林茵能否捍卫荣誉 还是吴白能够保持不败神话 这都要到决赛之后才能揭笑 是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让我们期待 比赛的开始 检查好了 这个问题 好 怎么了 检张啊 打通一点 正常发挥就好了 吃饭了 就好了 吉他 吃饭了 我来说 我又会 吃饭了 你 吃饭了 就吃饭了 好的 比赛开始了 离合500 上来就正对正的硬刚啊 这种正面硬刚 是要把比赛一开始就推向高潮吗 双方丝毫都没有任何保如实力的意思 他们上来就要这么猛吗 离家是王 上来就是一波 这波砍空啊 500 完美地躲避了 离音的兽王在紧追500的无名之位啊 无名之位 左闪右闪 一个神龙百尾成功地躲避了兽王的追击 无名之位 被机关给逼停了 哇 兽王上来就是一波 哇 兽王自己翻了 这王四天就再来一波 哇 这次是砍到了无名之位的边缘 吴白不想打给机会了 无名之辈 紧钻不舍 向兽王发起了弹射 是啊 吴白跟的是真紧啊 哇 兽王被弹翻了 无名之辈 整个左侧的前轮被劈了 吴白的无名之辈已经受伤了 他在往回逃 而兽王正在紧追不舍 吴白有麻烦了 机器严重的损坏 再一个要下去的话 后面两场的比赛将没有办法进行 是啊 吴白会怎么选择呢 祸 吴白举手了 吴白举手了 他事宜要暂停比赛 来 同于 这种景气 干的 嗯 凶 恭喜林英 率先拿得第一轮比赛的胜利 恭喜你 加油 继续